洪生漢上任勞動部長 第一件是開箱謝宜蓉的辦公室 你來看看 怕死人 這不就是傳說中土皇帝的規格嗎 而觀眾朋友 你以為謝宜蓉兩大過免責了嗎 他根本有恃無恐 老早把想要對抗的武器 藏在幾天前那七分鐘的 道歉影片之中了 俊陽哥我先問你啊 你看這張照片你覺得這個地方像是在哪裡 度假村咖啡廳 沒錯 但這不是度假村 這個是謝宜蓉的辦公室啊 哇各位觀眾你下巴是不是快掉下來了 這麼豪華的地方 裝擺 裝設擺製這麼好的地方 居然是謝宜蓉的辦公室 你不說我以為是哪個五星級餐廳的 這個早午餐店 或者是說哪個大廳的豪宅等等的 但不是喔 這個是謝宜蓉的辦公室 你看他裡面裝潢的包括有一些擺設 或是有直批 綠色的直批 還有放畫 還有書架 哇非常的漂亮 美輪美奮 我過去跑新聞跑這麼久 我採訪過這麼多部會首長 包括立委喔 沒有一個人辦公室像他一樣 來打破我們一張一張來看 這個地方呢 欸 有一個軟店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跟你交心嗎 還是被你霸凌 我不知道 還有 這個應該寫一個謝宜蓉的名字 在這裡有沒有 我們傳說中 他有一個24小時不能關燈 因為要照顧他那個蕨類植物有沒有 那個軌道燈去都看到了 對 那個照片上面有軌道燈 那為什麼要有軌道燈呢 大家看喔 這個照片他種了非常多的這些綠色的植物 他用軌道跟他行光合作用 對 還交代說24小時都不能關燈 你知道嗎 在這裡啦 你傳說中的軌道燈在這裡 一盞 兩盞 三盞 都不可以關掉喔 你以為你的辦公室是你的開心農場是不是 你把那樣燈 這些都是我們的名指名高 我們的電費也是我們納稅人在繳的 結果你把辦公室當成你自己的休息室一樣 這有道理嗎 還有這個角落我覺得也很諷刺 你霸凌人你罵累了 口水噴夠了 可以在這邊錯癮你的咖啡 看著遠端的街景 多愜意啊 那你有想過你被霸凌者的心情嗎 然後大家心情不好 結果你自己還有一個小霸台的感覺 外面風景也非常漂亮 你還可以看這些綠色植物來陶寶自己的身心 這根本就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分數掌勢能有多大 11指等 12指等 把自己做得這麼大跟土皇帝一樣 簡直就是土皇帝 那其實談面好 新任的勞動部長洪生亥 他到了縣長去看的時候 也發現嚇了一跳 哇 原來謝宜隆的辦公室擺設這麼厲害 他也覺得確實過當了 但問題是呢 其實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線來爆出來 早在二月份的時候 就有員工 就是公務機關裡面 就有這些基層員工 在寫這些成型信裡面 就寫出說 這個謝宜隆 不只利用他的辦公室 甚至還用公共空間 來摘種個人的職務 甚至還用工費買 像我剛剛講的軌道燈 你是用工費買的 工費是我們花的納稅錢 結果呢你買了軌道燈之後 再幫你的職務來行光合作用 你要不要直接辭職算了 去當你快樂農場的主人好了 就是非常方便 而且重點是你花這些電 花這些錢 都是我們民眾的名指名高 而且這還不打緊喔 我們知道 新莊本部 112年的用電 其實還暴增到了二十幾萬 那可能或多或少 就是因為你的浪費電 所以這個價錢墊高 這個電費墊高起來 那甚至呢 這個成型書裡面 還提到說 這個謝宜隆還希望他的同仁 在處理公務之外 還要幫他澆水 幫他植物來做澆水 哇 你是把你的下屬 當作你的仆人的是不是 這太荒謬了啦 大家都以為 這一次的一個不堪霸凌 然後終結生命的這個不幸的事件 是因為發生那些一種分屬 結果從下面一路被蓋蓋 蓋到上面難怪 難怪我們阿春部長會不知道錯 因為 不知道有多少的檢舉信函 直接寄到了部長室 一樣被蓋掉啊 居然跟你還知道嗎 前幾天我來報新聞講 許民村的辦公室 是不是也有類似的情況 他有琉璃 還有吧台 還在裡面開香檳 大家有沒有記得 所以你現在回過回來看 謝宜隆 是不是有點上行下校的感覺 我長官都這樣子 我這樣做怎麼了嗎 那問題是 其實很多的這些基層的公務員 早就已經寫這個檢舉信了 甚至寫檢舉信了 當時就寄到了這個 許民村的辦公室 可是當時辦公室主任 就是我剛剛講的 鐵三角之一的這個鄭樹林 哇 他已經發現說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呢 接到陳情 他沒有要處理的意思啊 被他蓋掉 被他吃案了 被他吃案了嘛 所以很多公務員苦不堪言 你知道嗎 我上次講八十幾位 在一年之間 通通的離職 或是轉調職 現在就傳出說 八職等的主任 編制十一位 一度有九位要提出離職 現在更誇張的是 他寧可降調於區公所 他也不願意待在北分數 你知道現在呢 能逃的就趕快逃 謝宜隆到底是多惡行惡狀 這麼可怕到我寧可降調 到區公所去代退 我都不要留在這邊編織人生的夢想 你要知道 考上公務人員多難 要進到中央部會更難 他都不要了 這個就是簡直沒有把同仁當仁看 你把同仁當仁看 而且還要處理你個人的私事 當然會引起反彈 那像問題來了 現在謝宜隆是被寄兩大過免職 但是問題是會不會成立 不知道 而且重點是說 如果你現在要開除他的職務 你還必須要有監察院通過彈劾 通過彈劾之後 再到懲戒法庭再通過的話 你才能確定他能夠被彈劾 我懂了 因為他是事務官 他是經過國家考試 權序合可的公務人員 他不是政務官 拔掉就拔掉 不能那麼好拔的 拔不掉怎麼辦 拔掉風頭過後 幾個禮拜之後 這個新聞變淡之後 他又可以申請復回職位 真的假的 所以等於 他還有臉可以爭取復職 等於又回來了 大魔王又回來 而且考試院的副院長 被提名的 許書翔也說 這些在程序上面 是有潛力可循的 所以你就說 謝宜隆會不會回來 如果我們按照我們 目前的法律規範的話 他回來是極有可能的事 有沒有更多的證據跟線索 有 在這個地方 幾天前七分鐘的道歉影片 把所有回來逆襲 為自己奮戰的武器 通通暗裝 埋進去了 所以現在大家要 往那個貪毒罪來偵辦 如果貪毒罪一旦確定的話 那更有明確的 這些犯罪的事實 因為我們知道 霸凌這件事情呢 其實有點模糊 有點模靈兩可 那對謝宜隆來說呢 他現在大家打的是什麼 打法律戰 我跟你玩心理戰 我跟你玩形象戰 我跟你玩法律戰 大家上個禮拜 不是錄了一段影片嗎 影片當中呢 其實大家看的畫面 其實很多民眾覺得說 你這感覺沒有誠意嗎 抱歉喔 這段影片不是錄給你們看的 是錄給法官看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不是錄給一般民眾看的 他是要拍給法官看說 我現在有釋出一個幾個條件 第一個 我不承認我有霸凌 我是領導風格有問題 再來 他現在很像死者 對不起希望能夠降溫 但問題來了 他後面講他要請辭 他說為什麼 我們知道公務員 你只要買25年的這個服務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申請早退的話 你是可以提前拿到退休金的 那現在 對謝宜蓉來講 他很怕是說 如果真的他被彈劾的話 他退休金一毛拿不到 可是如果他先宣布辭掉 這公務員身份 他可以拿到退休金 所以他現在保他的退休金之路 到處都是心機機關用鏡 來觀眾朋友 這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新北地監署檢察官 比照重大案件 用貪毒罪為由 把謝宜蓉禁管了 這個是他堂堂不久前 還在那邊移植氣死 對人咆哮霸凌的 謝宜蓉 是 謝宜蓉現在變成了 把這個所謂的禁管專刊裡面 任何人看到他都趕快舉報 因為他不能出境 而你看看為什麼我講機關用鏡 這個一旦被發布禁管 他立刻發出最新聲明 審議你都不知道躲到哪去了 對 還發聲明 發出什麼聲明 絕對完全遵守處分要求 配合相關調查 我要echo一下剛剛旺哲說的 所有的都做給誰看的 做給法官看的嘛 做給法官 他這樣姿態非常的低嘛 那如果你在姿態非常的低的情況之下呢 可能在法院上面 就是不是那麼一回事 霸凌話題延燒 謝宜蓉幾乎變成了霸凌的代名詞 他被誰灌出來的 會是許明春嗎 好我們就帶您來看到 滿城近視局內人 算一算從勞委會時代到現在勞動部 陳菊許明春兩個人聯手主政將近12年 滿城都是局內人 現在洪生汗新官上任三把火 是他動得了的嗎 我套一句我們這個中華隊 台灣隊冠軍金牌 在比賽當中所講的一句話 我看你多厲害 謝宜蓉你現在誰跑不掉了嗎 為什麼呢 因為霸凌案他現在已經列賭職了 賭職裡面包括你送禮 包括你是不是有行賄 甚至你有收賄 甚至相關的 你獅子的部分通通都會徹查 但是最快還有什麼過屍殺人 然後就在這個禮拜 很有可能就會傳喚他 所以一旦傳喚 我跟你講啦 你想想看 我不管你是在北檢 新北檢哪一個地檢署 絕對人莽為患 大家列隊歡迎你 走星光大道了 絕對走星光大道 而且絕對比包圍柯文哲的時候 那個時候人還來了更多 大家都等著看你 我看你怎麼跑 我看你要跑去哪裡 我看你要躲在哪裡 我不管你現場要流多少累 要演多少戲 你就是要跟社會大眾面對嘛 因為現在一箭一樁一樁的 通通都爆出來 爆出來說什麼 在任內 他說許明春也有非常大的責任 大家還記不記得林書芬說什麼 說這個就是許明春 他不只是為演唱會 不只是為唱歌 他整天就跟謝宜榮 跟許傳勝 跟蔡孟良 三五好友 吃飯的吃飯 運動的運動的 休閒的休閒的 打球的打球的 喝酒的喝酒 總而言之整天 或吸你或在一起 所以他做事 這個有毒資場的發生 各位 但是我要修正這件事情 不是做事 我覺得呢 他是共同創造出這個有毒資場 你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說不是許明春 你想想看 一個勞動部長敢開演唱會 甚至呢 敢叫下屬幫他買禮品 然後呢還有125個備品 然後呢 他自己本身還收愛馬仕詩金 那我就各位 這種長官 你覺得下面的公務員 有辦法把事情做好嗎 不可能 絕對都是逢贏拍馬屁的 向上領導的人呢 步步高升 認真做事情 在底下 就跟我們這一次的 無性公務員一樣 被人家壓抑到極致 所以八指等的主任 這個是官喔 不是兵喔 十一個有九個禮子 甚至有人呢說 我要調區公所 居然跟你知道 調區公所什麼意思嗎 意思就是我要退休了啦 區公所基本上 就是一個代退單位 不可能還有什麼 升遷的可能性 所以他們等於是放棄 前程市井的大好機尾 寧願說我要離開這個魔爪 離開這個地獄 也要去區公所 你就知道他們 創造出什麼樣的人間煉獄 你看喔 他寧願降掉到區公所去 代退 人生的志願 人生的升等 人生的升級 我都不要了 這都是很恐怖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可怕的壓迫 逼得他們逃亡一樣 保命都要跑 我就問 從事情爆發到現在 許明春這個前部長 一直都處於一個 我不知道啊 沒有人報上來啊 真的是這樣嗎 當然不是 今天更多的線索指出 人家已經投訴到你部長室了 你們把他核卸掉了 這個叫做官官相護 也就是這個無姓往生者 他母親所講的話 為什麼官官相護 官字兩個口 官官四個口 四個人所講的話 都可以把所有機能聲音給掩蓋掉 其實呢 早就有超過150封監局信 而且監局的範圍非常廣 什麼蔡孟良啦 我們講的謝怡榮啊 許傳勝啊 一堆人都有 但是為什麼拿他們沒辦法呢 因為理由很簡單 最重要的是這個辦公室主任 也就是許明春辦公室主任 叫鄭樹林 那這個鄭樹林呢也是長年呢 一直跟著這個許明春 結果他幹嘛 他把所有的陳其心都核卸掉 那各位我就請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他只是一個辦公室主任而已 今天信件到這邊的時候 是鄭樹林說 我要把他核卸掉 還是說他報告長官說 底下陳其心一堆 長官說你把他核卸掉 我跟你講你少來給我這一套啦 許明春絕對通通都知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因為求助無門的關係 很多人要去投訴謝怡榮 但是理論上來講 謝怡榮直書長官是誰 我們剛剛有講到 許傳聖 那許傳聖跟謝怡榮是什麼 他們是酒肉好朋友 麻雞罵 高雄幫一起上來 動不了他 所以呢最後 檢舉性輾轉了 繞啊繞啊繞 才會繞到這個 根本不屬於他夜管範圍的王安邦 那這個王安邦呢 也是個任頭親 為什麼 他就傻傻聲的要去查這個案子 做人有夠勾矣的 結果沒有想到他約談謝怡榮 最後陳旭竟然走不完 因為理由很簡單 你知道他約談謝怡榮的時候 是要查哪個案子嗎 兩個案子 一個叫做霸凌案 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這次講到 涉及到賭職罪的 也就是爛買禮品爛花公堂的案件 結果謝怡榮在幹嘛 當場一把鼻滴一把眼淚 我在懷疑啦 可能又跟那個錄影畫面假哭一樣 又在那邊假哭了 他說 說來喔 冷冷的飄出去 這是部長要買送人的 那我就請問你 你是王安邦你敢查嗎 如果這是部長的意思 如果這是你長官的指令 即便你知道是違法犯規 但他拿出長官來壓人 而且說我會改進 然後呢 這件事情就這樣 沒有任何紀錄 就被吃案了 然後吃完案之後呢 王安邦9月就走人了 然後謝怡榮幹嘛呢 回去署內之後呢 直接開始噼噼啪啪 又來了 跟所有下屬說 徹查 到底是誰 誰洩密的 我不許你們這樣說 我不許你們做這件事情 怎麼可以去檢舉我 然後呢 只會造成同仁更悲慘的待遇跟未來 才有那次連問三句 做不做得到 每次播一次 每次你拳頭都會覺得 非常的想要握緊 好 我們講到了 為什麼從勞委會到勞動部 從陳菊到許明春 兩個人聯手主政快12年 會是滿城盡視局內人 剛剛講到什麼 講到吃案 講到何謝 早有所聞了 哎呦不是一家人 不進一家門嘛 具象哥 你想想看 謝怡榮會吃案 對不對 鄭樹林會吃案 許傳勝會吃案 蔡孟良會吃案 許傳勝還說 我們不能讓優秀的人受委屈 那你想想看 他們的老大叫誰 陳菊嘛 陳菊當然也會吃案啊 大菊為眾嘛 各位就多擔待 當年就發生2005年太勞事件 那太勞那時候也是被壓榨 有些包商壓榨他們啊 薪水被扣啊 火石刺的這比狗屎還不如 那那時候呢 什麼狀況 一樣被鼓掌給壓了 陳菊信完全沒有辦法 那最後整起事件呢 太勞暴動之後 太勞倡議之後呢 陳菊被迫下台 洪生漢新官上任三把火 插不完的霸凌 沒有想到發爐一樣 不只勞動部 拍插頭 現在主委 台南市警察局的刑警大隊 連中游都傳出霸凌的檢舉 不只是中游 不只是台南 坦白說我自己那邊也收到非常多 什麼高雄分署啊 海巡署啊 然後機關署啊 各單位呢 如這個我們講的 也不能說是雨後春筍 但是這個信件呢 如雪花般飛來 就是說 全台灣各地公務人員 受到霸凌這件事情 是非常普及的一個現象 但是呢 最可怕在這裡 這是什麼 台南市刑大隊長張文遠 各位啊 這是警察 警察本來應該是要有個執法的單位 本來應該是要捍衛法律的單位 應該是法律的代表 結果沒有想到被人家封為是警戒謝一龍 為什麼 因為他一樣 在任內呢 對於下屬呢 極盡苛刻之能事 然後各種大小生匹配狗 總而言之 對下屬也是處於這種 我們講高度高壓統治霸凌的狀況 結果呢 沒有想到最後呢 有沒有人檢舉 有喔 設職場霸凌竟然不成立 但不成立之後 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直接把他調職 這是什麼邏輯啊 不是啊 去拉避風頭啊 我今天把人調走了 他就沒事了啊 對不對 那我至少不會留一個紀錄說 我在這邊霸凌案成立啊 我把他調走 那我請問一下他是撤職嗎 不是啊 不是啊 是 這是另外一種冠冠槍槍戶嗎 掉職之後他可以名將暗身啊 對不對 他可以這樣子玩啊 所以各位 你根本就拿他沒辦法 因為今天他不可能承認說 哎呀我這個狀況有問題 因為他背後面一定有其他人嘛 他一定是屬於 可能某個警察派系的其中一個人 一人一隻 所以你不可能動得了他 而且你要知道警察是拿槍的喔 你霸凌之後 誰去扣那個板機 我不是在聳動 在慫恿這件事 我是說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對 我跟你講這個嚴重性呢 因為警察跟公務人員不能相比 公務人員至少是文職 但警察是五職 所以你看看喔 如果連警政系統都出現這個狀況 他只是沒一件事情 那這不是公務人員的問題了 是整個政府裡面八年來 裡面盤根錯節 都有利益集團在把持嘛 所以你看喔 包括連中有都有一個霸凌案 那這個霸凌案 就寫法一模一樣 跟你講說利益良善 而且呢 是因為直到呢 他真的我們講的 精神狀況不太穩定 然後受不了之後呢 吞藥 母親呢 才去控訴 救回來之後才開始調查 那最後的寫法竟然說是他個人問題 他能力不佳 事情不良 還在批判受害者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為什麼如今呢 賴總統說要改正整個政府的文化跟風氣 因為如果這個風氣不改 恐怕所有的公務人員 許多人都會活在陰暗的角度 永無天日 謝怡榮繼續呻吟 今天龍介先生來到現場來告訴我們 誒 火都往許明春身上燒耶 你怎麼看 這叫做 救揮幸福啦 謝怡榮是一個過程而已 是照他這個事件 真的要打擊的 不是謝怡榮 真的要打擊的 為什麼叫做喜明春 照你說河沛山的事實啊 事情就沒了嘛 為什麼要再頒 標準的 滾住報酬三年不滿 各位要記得嗎 李空一九年 三月十八 會進場 帶總統去總統府拜訪 說我準備要跟副總統殺拼 坐下你會讓我收拼嗎 你如果不動 你跟我說不動就好嘛 我自己打拼嘛 你跟我說不動出來 又說什麼 三百兄弟 沒有拼你 要拼什麼 你會記得嗎 好來 所以今天 在上禮拜圈內就已經盛傳 辦狗康明春 為什麼 辦狗康明春 不能再上去 我教你順 辦狗康明春 辦狗康明春 再來 高雄台鹽這個案件 什麼人介紹他 你在做當事長 康明春 什麼人給他去做部長 這個沾對什麼人 尤其是一團派黑道經 軍主學修 這叫做南城的學修 請問 學修我支持你 也沒有不可 但是 冠春高潔 總要把他揭出來 上海的公務人員 人權 跟公務人員 叫他百人 這都要把他揭出來 雖然你要辦狗康明春 最好是辦狗 不要有春 洪森漢今天是第一個上班日 人家就去北分數 他真的辦狗康明 有那個開 有那個底氣嗎 我們在看好戲 在外面有工房的團選 有很多 所以你如果要辦 你如果沒有辦狗康明春 又辦去 我跟你說 有可能會會燒到你的腳 你怎麼去想像一個 情情懇懇 39歲 這麼年輕的公務員 他到底被逼到了什麼絕境 會用這個方式結束自己 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你再多看一眼 心就多揪一次 觀眾朋友 凌晨五點打卡 晚上八點離開 這是他最後的身影 超時不敢報加班 人死了 勞動部居然說 要頒給他一個勞動獎章 你真敢講 你真如果搬出了這面獎章 那是對血漢 對霸凌最大的控訴 而且 謝榮還對外張揚說 死者留下的遺書 地言署也有傳一份給他們看 你憑什麼 你是被調查的單位 你是被調查的對象 你的背景是有多硬 硬到連檢查官都要讓你三分嗎 是的這個案子真的疑點很多 也告訴大家 為什麼勞動部在這幾年來 在台灣民間會稱呼他為 支動部 就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勞動部很多的政策跟狀況和態度 似乎都站在支方的立場 才會被人家嘲諷跟批評 比如說在這件案子當中 勞動部的這個無信的分析師 公務員 因為這樣的霸凌被輕生了之後 你的這個疑點 首先 大家都要講 當時發現這個死者的時候 勞法署的這個人員 為什麼檢方會把這個其中兩封遺書 先傳給這個勞法署的北分署 為什麼他們先看得到呢 連謝宜榮他的律師在那12點聲明裡面 都有提到這個 那為什麼檢方會先傳給勞分署 那不是先給家屬嗎 那為什麼後來謝宜榮會講說 等到這個檢察官看過之後 全部也給家屬看過之後 才會發還給家屬 所以他也看過 還有 當下發現到這個死者的遺體的時候 因為是在這個辦公室裡面輕生了 那你既然是這樣 你就應該按照民間習俗 你要或者是已經死亡了 很明顯死亡 就是蓋上白布抬著單架抬出來嘛 結果不是 當時他是坐著單架 然後也沒有蓋上白布 這樣子後來消防單位也證實說 他們是坐視單架 可是連邱泰源衛福部長說這樣違反SOP 為什麼消防單位 醫護人員 你要處處配合 連檢方都要配合勞動力的 這個發展署的北區分署呢 是誰給你這麼大的底氣跟撐腰呢 所以你不覺得很奇怪 這個疑點一大堆 好 再來 當他們公佈懲處名單的時候 勞動部在昨天晚上 其實懲處名單公佈洋洋灑灑 後來裡面有物質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他們本來要懲處那個秘書室主任 劉莉莉 可是他一開始懲處名單公佈的時候 寫成資訊室主任 你搞什麼 今天鬧了這麼大的事情 出了這麼大的狀況 你居然連懲處公告都能出這個包 你的執嫌都會打錯 好 到了晚上九點多的時候 趕快刪文 撤掉原先的那個聲明 然後再公佈 換一篇新的懲處的這個名單 才讓大家發現 原來差異在這裡 第一點 你連這個狀況發生那麼大事情 你還會出這個包 第二 晚上九點多你還在小編跟文 你勞動部是不是常常超時工作的慣犯 你是不是常常拗你的小編啊 這是不是又是一例 當然也被這個網路上很多民眾歪樓 但你自己出了狀況 被人家抓到了啊 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大家才赫然發現 哇 應該是要確保要扛起勞工權益捍衛的 勞動部 你居然帶頭搞血汗 所以血汗的這個勞工 你看看 監視器畫面 這個是我們看到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直接講出來說 死者在生前半個月到一個月呢 他幾乎啊 早上五點多就去這個辦公室上班 到了晚上七八點甚至九點才下班 超時工作十二個小時到十六個小時都有 觀眾朋友這段畫面是十一月一號 他是一月二號離開的人士 這是他最後的身影 你多看一次 你就多揪心一次 他才三十九歲 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個完全無解套的一個 一個死胡同的話 他怎麼會做這個選擇呢 你想想看俊相 五點多到辦公室上班 他有多認真 他一直想要把他工作完成 然後到了晚上七八點九點才離開辦公室 可是勞動部他公佈了出勤紀錄 卻一切正常 正常日時 早上九點八點 然後下午四五六點這樣 那你不覺得很奇怪 難怪立委會在國外電堂質疑勞動部說 你這樣是不是讓員工打假卡嗎 勞動部你率先 這樣子做這樣一個錯誤的示範嗎 勞動部分署長謝怡榮 被指涉他霸凌鬧出人命 連總統都PO文道歉了 這個謝怡榮居然還在身影 等到總統PO文之後 才委猶太律師發出十二點聲明 說是道歉文嗎 今天雨萱要帶我們好好看進去 細思幾口 居然留下了讓謝怡榮翻盤的小門 太誇張了 舅二哥我就一句話送給他 你自己給自己長臉了 為什麼 今天總統都出來道歉 有 總統道歉了 葛魁也道歉了 部長也道歉了 連許明春都出來道歉 每個人開口 就是兩個字 致歉 我要向社會當中致歉 致歉 結果你好了 我謝怡榮自己給自己長臉了 為什麼 從頭到尾幹這些爛事的是誰 謝怡榮嘛 當事人嘛 你是本人嘛 就本人不道歉 本人呢 還厚著臉皮 發了十二點聲明說 我沒有錯 我爸鈴鐺不是我害的 人死不關我的事情 不好意思耶 結果我們的賴清總統說什麼 說要全面的檢討職場 我跟你講更重要的是另外一句話 就一句話 只有那句話是死的 交由檢調查辦 總統態交由檢調查辦 所以換言之 現在所有每個主管管 我們國家的陳鋒 都說這件事情有問題 這件事情是霸凌 必須要徹查 結果你謝怡榮跑出來說什麼 說我沒罪 那我就請問 誰給你長的臉 你謝怡榮現在的意思 不就是要跟我們當今的總統 跟我們的行政院長 跟我們的這個國家 對著幹嘛 昨天晚上出來的十二點聲明 律師樓幫他寫出來的聲明 說是道歉文 結果看進去之後 哇讓大家更炸鍋了 他根本沒道歉嘛 他寫了十二點洋洋沙沙 在解釋一件事情 第一個 我是有霸凌啊 但是這是我的領導風格 你開什麼玩笑啊 你比別人高貴是不是 按照謝怡榮的說法就是 我是長官 我是官 他們是下屬 NO 你不是領導風格有問題 你知道什麼嗎 你是人格出問題 你是整個人都有問題 好不好 所以所有員工 才會被你摳抖到這種程度 要去看神經科 大量的離職 甚至有人呢 想不開 就是因為你的人格有問題 不要再跟我扯什麼領導風格 好不好 在辦公室養殖物 跟領導風格有關嗎 整個燈爬哩爬哩 二十四小時照跟領導風格有關嗎 把人家叫進來 臭罵兩個小時跟領導風格有關嗎 假日去給人家訊息跟領導風格有關嗎 你少來這一套 有人在辦夜1點5點鐘領導別人的嗎 我聽你在放屁 他還當自己是官喔 官字兩個口喔 嘴巴很會說喔 意思就是說 這是我的當官的風格 所以他說 我今天呢 對他們就是這樣子 你要說我屁配狗 你要說我大小聲 那一回事 但是這個人他想不開 跟我八竿子沒打造關係 最爭議的地方是這個地方 花紅線 依照勞動部行政調查報告認定 與謝女士分署長管理風格 失當以情並無關聯 他在講什麼 講說這個39歲的公務員 他做傻事 他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跟他沒關係 他居然拿著已經連續翻車 翻到不知道翻幾遍的 勞動部的行政報告 來當自己的遮羞部 直接網友打臉 舔不知恥 還沒完 他剛剛也在說 你們這些媒體 他也在說張雨萱 你們不能為審先判啊 沒有 紀念哥 這分兩個層次的問題 我們先回答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你講這個行政報告 我坦白說這不是壞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聲明一件事情 當時許傳勝 他開口說什麼 他說他是個優秀的人才 我們要還他清白啊 哎呀 宜隆陪我下鄉啊 證明一件事情 這個報告誰做的 許傳勝做的嘛 所以許傳勝在做這一份報告的時候 就是準備幫謝宜隆脫罪嘛 你謝宜隆也真的這件事情啊 因為這篇報告現在是不是作廢了 作廢之後你謝宜隆還是要提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組合犬已經準備好了嘛 我就是要長官許傳勝來去掩護我嘛 幫我做這個爛報告嘛 偶心力寫的報告 各位他們口中偶心力寫的報告 為什麼是偶心力寫的 第一個 我看了想嘔吐 第二個我看了心痛 第三個 你是在別人力寫下 把這個報告寫出來的 偶心力寫的報告 那再來第二件事情 俊英安哥說 哎呀他抨擊媒體啊 說你們媒體這個都叫做不實報導 不實指控 來我就一句話送你 有種你來告我 我就一句話送你嘛 有種你來告嘛 不用講那麼多 賣聽誤信殺的 好不好 這個這句話 他意思就是他要恫嚇媒體嘛 意思說你媒體喔 不准再給我報喔 小心喔 我這是律師函喔 但俊英安哥其實有另外一個貓膩 為什麼他要用律師函去寫這件事情 我坦白講其實媒體只是其次 他最大的重點在哪裡 司法公法 他很清楚知道說 現在這件事情會走上法律層次 不是行政懲處的問題 是法律層次的問題 所以他才會要求用律師來寫所謂的律師函 而寫這個律師的信件呢 代表說 他這些你知道都是什麼嗎 陳唐正共脫罪支持 好觀眾朋友 導播我們把鏡頭放進來 他的律師函在這一點寫道 此等不時報導 貼文留言公協內容已經完全扭曲 背離事實的真相 接下來觀眾朋友 我要給你聽一段錄音檔的內容 哪一件事情並非事實 都是在跟你開會錄下來的一字一句 你先來聽聽看 所以我不允許大家在外面跟我說嘴 說什麼職場霸凌這件事情 事實上這不是事實 對於還在資訊小組工作的同仁來講 或是他的直屬長官 我不允許大家在一而傳而內部討論 甚至是對外 大家做得到嗎 做得到 大家做得到嗎 做得到 做得到 做得到嗎 雨萱做得到嗎 我做不到 你準備去做老好不好 那我跟你講各位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說你看 我在裡面悲痛啊 我還錯氣啊 我是為了鼓勵同仁士氣啊 不對喔 你知道你為什麼才會哭嗎 你會怕嗎 你會哭 你會哭是因為你會怕嘛 謝伊隆 到目前為止 你都不敢去四樓耶 你從案發11月4號到現在 不敢去四樓 你還會怕喔 黑人沒打 所以他哭 我跟你講是黑人沒打 再來第二件事情 我們趁剛才聽得清清楚楚啊 你是在安慰同仁悲傷情緒嗎 沒有耶 你叫同仁要做得到 要做得到什麼 掌掌 給我閉嘴 嚇風口冷啊 不是啦 我覺得這還有一個脈絡 這個時間點從8號那邊開始 那你知道8號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人去找立委 有人去找立委陳情嘛 所以他是在恫嚇這些人嘛 而且他當下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他還分T4 分T4就是我分3T4 我一個一個來 看你們這個人 你有哭嗎 你有老頭髮嗎 還是你這個人在唱 他如果老頭髮 這個人可能是去告密那個人喔 他對這個我們講同仁很有感情喔 所以我要嚴加丁管他喔 結果後來 來來來各位 你說你這個叫安撫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你去敲人家電腦幹嘛 你把人家電腦一台一台的資料 調出來嘛 對話紀錄調出來嘛 那你去要人家對話紀錄幹嘛 這都是為了安撫同仁嗎 同仁的對話紀錄 給我看完之後 他的內心會感到很安定嗎 會覺得很多愛嗎 我聽你在法部 好不好根本不可能 再來我最後再補兩個嘛 我就請問一下喔 邱太元說什麼 邱太元說 宋醫沒有蓋白布 對死者不盡 勞動部說什麼 說他確實有霸凌 這個報告做得很爛 這個報告做得不當 所有人現在都指責你 結果只有你 長自己給自己長臉 好意思還在那邊誇誇起口說 我是在安慰他 而且講說什麼 說通靈 各位還記不記得那個通靈說 他怎麼說 他說我去到那個殯儀館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人會通靈 他跟我講說 他心中很多愛 他跟我講說 他非常感謝我們 我們講的 我們的這個 相關的署內的同仁 非常感謝我們的署 你在開什麼玩笑啊 如果你感謝 你會在那邊親生嗎 你會在那邊想不開嗎 他在那邊想不開 已經表達足夠的意思了嘛 足夠的意思表達 就是我會在這邊想不開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造成的嘛 結果還好一直睜眼說笑話 結果他現在又來了 又來了 各位關鍵這四個字 目的良善 他又來了 他說我的動機是良善的 我是為了安撫同仁 我是為了讓他們覺得說 哎呀心中呢 不要有這個 惶惶不可終日 沒有 同仁沒有惶惶不可終日 你所有的同仁 都氣憤到不行 只有你一個人 惶惶不可終日 拜託 你如果真的有這個給我小 我跟你講 你就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不用多多長長 你就去到同仁 往生的那個辦公室 在那邊 四樓 給我開記者會 我就佩服你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 謝怡蓉 在螢光幕前 他為什麼會被我們拿來討論 就是一個分屬長而已 什麼了不起的 因為你霸凌 因為害死人 但是你看到 他努力讓自己變高貴 他想開口 閉口 還跟你講人義道德 做人道理 上善若水 開口閉口 是老子的道德經 聽得人家 頭皮發麻 就跟每個人對中文的解讀意思不一樣 OK 有些人說 哎呀這個為什麼 謝怡蓉呢 這麼有辦法高速升官 坐石升機 坐火箭 破格久久頂天 再破變成十幾十隻等 我不會講 你講向上領導 這個侮辱向上領導 這四個字 我呸不要再侮辱這四個字 為什麼 他就是阿語奉承 會拍馬屁 抱大腿 夠會婆 就是這樣子嘛 為什麼 因為當時這個人呢 也是因為這樣被他害死了 怎麼樣說 他們呢現在在政府是不是要推一個AI政策 但事實上呢 他們的分數根本就沒有這個能耐 去做出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只有一個工程師 他們的分數只有一個工程師 所以呢 他把所有的任務跟要求 交給這個工程師 然後呢 而且重點是你要cost down 你不能說我今天伸出這個東西 然後一大堆加班紀錄 不行 所以他不讓他報加班 然後要他六日來上班 然後讓他連續一個禮拜 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 十六個小時 最後就是為了把這個東西趕出來 我跟你講 這個人絕對有生出來啊 這個同仁絕對有生出來 只是他一直叼嘛 叼到說你就退見嘛 所以你週五退見 你六日給我加班 禮拜給我生出來嘛 所以最後才把別人逼到這樣嘛 那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他自己升官 他愛權鬥 所以你看喔 他還在那邊講上善落水 人家看到上善落水喔 會想的是什麼老子道德經 會想的是我們講這種玄學 他看到上善落水是什麼 不是 向善你倒 我才能呢 過得非常的善 然後呢 落水 我個人呢 面對長官的時候 惡語不成 水翻的柔軟能屈能伸啊 對 下面我就一直氣死 對上面呢 我就有個popo ta ta 所以你就知道 就是有這種人 甚至呢 包括勞動部這種二子文化 送許明春 送什麼愛馬仕詩金兩三萬 所以我跟你講 許明春確實該道歉 但真正該道歉的人 叫做謝怡龍 謝平 你光是看這個謝怡龍今天發的這個十二點聲明 一個是十二點的律師函 一個是他自己的三點道歉聲明 我告訴大家 前後矛盾 而且前面三點想要告解 後面這個十二點馬上變成魔鬼 那尤其前面他自己製成說他用了這個方式 錯誤失當 他自己也承認也道歉 那後面十二點的這個律師函裡面 其中還有去幫他美化 說他這樣子做沒有什麼不對啊 純屬合理啊 所以你看了到底哪一個是你謝怡龍的本意跟態度呢 所以你甚至在十二點的這個聲明裡面呢 還去引用勞動部 包括剛剛呂先所提到的何佩三部長 昨天在立法院都哽咽說他用錯字眼的目的良善 也被謝怡龍在前面三點自己的個人聲明 跟後面十二點的律師函 都拿來不斷重複的強調他的目的良善 人家勞動部啊 是給你下台階 你拿來去逛街 給你臉你不要臉 給你方便你當隨便 所以人家講說 人必自武而後人武之 而謝怡龍你今天採用了最糟糕的方式 把你的長官 把不管是勞動部長 還有行政院長 踩在腳底下 也逼得難怪他們會趕快跳出來道歉 火都燒到他們身上 你在他的十二年律師你仔細看 他的律師還幫他把責任歸咎於說 那個無姓的使者 他的直屬長官是這個分屬的副分屬長 還有秘書室主任劉莉莉 所以跟他直接有關係 跟謝怡龍沒關係 這就是符合剛剛雨仙所講的 因為後面走到法律責任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一個脫罪謝哲啊 因為有些東西包括禮盒的事情 還有挪用基金 挪用公帑的事情 可能會讓他吃上官司 所以他要先趕快畫清一個停順點 可是你現在在做一個亡羊捕牢 來得及嗎 火燒成這樣 恐怕你現在要回去把那些禮盒 曾經不見了禮盒再變出來 恐怕都很難了啦 勞動部霸凌出人命怒火延燒 始作俑者謝怡龍今天現身了 今天大中午拍了一段6分50秒的影片 通篇對不起 通篇道歉 絕口不提霸凌 判若兩人 你先來聽聽看 我是北分數的分數長謝怡龍 今天要為了北分數親身同仁 以及社會矚目的案件 跟社會大眾至上12萬分的抱歉 非常對不起大戰 是因為非常非常非常悲痛 十二點整 現場偷出的這段將近七分鐘的影片 會從我們來看到這個道歉影片 跟先前我們看到 咆哮 拍桌 所有出來指控的那個謝怡龍 簡直判若兩人 我就問 你為什麼不能早一點再践踏你同仁之前 踩煞車呢 是俊相從我們都知道無性公務人員 自憶的方式以死的控訴謝怡龍的霸凌行為 十一月四號到現在已經到了第十八天 十一月二十二號 謝怡龍才終於出面 對社會大眾道歉 記得他的第一句話 是對社會大眾道歉 君先生我想請問你 他需要道歉的對象是社會大眾嗎 是死者還有死者傷心的家人 是 所以你知道他到現在目前為止第一句話 是對社會大眾道歉 對他來講 他這個道歉是被逼的 被迫的 被壓的 所以他只想對社會大眾道歉 當然你說他後面有講 但是我跟你講 這是以道歉之名 事實上根本就是完全沒有承認錯誤 他說什麼 他說我向親生離開的同仁 表達對不起 我沒有及時發現跟給予協助 好 再來 我要鄭重的跟家屬抱歉 對不起 我沒有保護好你的孩子 第三個 我要鄭重跟北分署 曾經因為我的溝通模式 互動模式 情緒管理造成不安 擔心害怕 我要鄭重道歉 他有承認自己霸凌嗎 一句一句來看 觀眾朋友 今天惠正剛跟我們畫到第一個重點 他跟親生者離開道歉 我沒有及時發現給予協助 沒有拖住你 搞得一副你是局外人 你是當事人 你是施暴者 我講更不客氣 你是筷子手 是 結果他說什麼 事實上跟我沒關係 是這個小孩子壓力太大 是他的loading太重 是他長期單獨一個人工作 所以到最後他崩潰了 我很抱歉 我沒有及時給予協助 他現在意思是 不是我的事 我有責任 我責任是要給協助的時候 我沒有給予協助 主逃之輩 根本只做勇者就是你 他現在撇得一乾二淨 更讓人憤怒的是 他對著家屬抱歉 對不起 我沒有保護好你們的孩子 你現在說這位 大家 你應該沒有那麼健忘 你記不記得他去搞通靈 你記不記得他還去大張旗鼓的說 我有拿到檢察官給我的遺書 死者在上面寫說 謝謝我們對他的愛 通靈說他有回來說 謝謝同仁對他的愛 烏寶 所以 你怎麼講出這樣子的話 我跟你講俊相就是這句話 讓我覺得他根本就是冷酷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的歉意 為什麼 你生前寂靜的霸凌 導致人家以死見 以死見的方式 在你的這棟大樓裡面 他竟然發現的時候 第一季的時間 是讓這個大體裝活 運出這棟大樓 滅陣 毀屍滅跡 來滅陣 滅陣目的是為什麼 不是死的這棟大樓沒有關係 再來 我跟你講最惡劣 最令人髮指 最泯滅人性的是什麼 11月11號 也就是他離開的第七天 按照我們台灣人的習俗 其實這個人 他是非自然死亡 他的魂在他斷氣的地方 所以你要舉辦一個招魂儀式 你知道嗎 他原地11月11號 要辦這個招魂儀式 結果因為法師 時間配合沒辦法 11月改到11月16號 但他的告別式 一樣是在11月12號 我就問全台灣的人 你有看過魂都沒招 就被告別式的嗎 你有看過已經告別式 才要去招第一次的魂嗎 這樣子這個無性公務人員 怎麼可能會圓滿 導播你可不可以讓我們看一次 剛剛那段畫面沒有錯 在那個長廊拍到他最後一次打卡 39歲還這麼年輕 要不是被逼到了走投無路 他不可能 這是在拍下他打的最後一次卡 清晨5點 晚上8點整整16個小時下班 人被你霸凌死了 被你整死了 你連招魂都不給 接下來你來看第三點 他今天哭著跟他北分數的同仁說 因為溝通模式 互動模式 情緒管理造成的不安 你就是霸凌 死不承認霸凌 對 希望社會大眾 給同仁們多一點點時間 去平復他們的情緒 我就問 這個火誰點的 你點的 搞得一副 你要把這些分數的同仁 綁架起來 一起勤了社會大眾 我跟你講他根本是什麼 他根本是做賊喊抓賊 你知道他多誇張嗎 11月4號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為什麼人家的他們裡面的同仁 會在11月6號開始 忍不住在社群平台匿名爆料 因為他們說你們感覺上 沒有任何的一個詭異 11月7號該舉行的 勞動部的一個記者會 還照常舉行 然後呢 他所處置的事情 人家開始向議員爆料 人家開始向立委爆料 他的處置是什麼 抓內賊 他11月11號 他竟然還去查電腦 查監視器 要抓出到底是誰 把這個相關的訊息 往外面去求約 所以你說 他有為自己感到抱歉嗎 完全沒有 與面人性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在討論這一題 我們高度懷疑 遲來的道歉 不是道歉 遲來的眼淚是 惡魚的眼淚 我就問 他今天為什麼 是今天中午 PO這個時間 時間點太巧了 今天中午大家在幹嘛 大家在看台美的四強戰 你是想利用這種看棒球的熱度去掩護 你對於社會的憧憬 你浪費的資源 你對不起你分屬的員工 對不起你的勞動部 甚至我要問 你是不是看了這一則人家的獨家報導 媽媽出來垂手遁足 你發現不可開交了 找到人家家裡去了 你再不出來 火滅不了了 我跟你說 他已經沒有跟勞動部有相關的聯繫 以獨不回的情況之下多久了 聽說一兩天了 直到昨天 這個吳南的媽媽吳媽媽 他接受友台的一個專訪的時候 提到那個真的那個畫面 真的是氣不成聲 他跪在地上 趴在地上 他講到孩子的時候 他是直接用手錘地 說我這一輩子沒有打過我的孩子 任何一個人看到這一幕 你只要是人 你都會覺得一個媽媽 他從小到大 媽媽都等著他吃飯 他那一天等不到他孩子回家 從此之後再已經是天人有隔 你知道我看這則新聞 我覺得我最酸的一句話 是媽媽講一句話 媽媽在馬賽克的畫面講一句話 我可以想像他心多痛 他說我早就叫他不要做 我們都沒有欠這份薪水 代表什麼 他霸凌他兒子多久了 代表兒子回去都有講 代表媽媽已經勸孩子 你不要再留在那個危險的地方了 我跟你說 他媽媽是用國語跟閩南語交渣的 他說太過分了 我可憐的孩子 我給他不要做 我們家裡不是沒飯吃 讓人口毒 我有五個小孩 我從小沒有打過他們 他們都是我寶貝 還我們一個清白 不要被我們冤枉 怎麼這麼惡毒 我跟這個政府沒有什麼話好說 我只希望 不要再有任何一個公務人員 在面臨到同樣的狀況 希望政府不要再官官相互 這是媽媽多痛心的一個指控 結果這樣的指控到現在 好不容易才真的讓謝宜榮出面 但我問你 他是甘願自己出來 真的坦承自己錯誤而出面的嗎 不是 是因為後面有人叫他出來道歉 誰 我不知道是不是賴清德 親自下令叫他出來道歉 但可以確定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賴總統在進行一個 軍事訪查的一個行程裡面 特別為了這件事情 惡毒親上火獻道歉 他強調會嚴查嚴辦 還家屬一個公道 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所有的職場 這個霸凌文化 都要徹查到底 我跟你講 現在已經有網友進行辦案 他發現 那個剛剛的錄影 就是謝宜榮的那個錄影道歉的時間 是在賴清德賴總統 表達完 開完這個記者會之後 他才錄製的 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不是賴總統 親上火獻二度的一個道歉 我覺得謝宜榮 搞不好都不一定會出來 你這樣我頭皮發罵了 觀眾朋友 我幫你回覆一下記憶 沒有太久 前天 前天 會收鼓勵那個工 我們看到何佩山在立院哭 他說出了文官系統有多邪惡 超乎他的想像 然後 他本來還說那是出自於目的善良 他在立院哭完之後 他說他說錯了 當天晚上賴總統 他就PO文了 賴總統PO文完之後 謝宜榮 他才PO出他的道歉函 一樣 都等總統有動作 他才有動作 他怎麼後台這麼硬啊 人家說二瑜的眼淚 他今天這個樣子啊 連個眼淚都沒有 我就認為說 他是不是有高人指點 完完全全 你透過這個道歉影片 沒有誠意 而且是在昨天 家屬 尤其是他那個母親啊 只不過是希望能夠等到孩子回家吃飯 今天等不到孩子回家吃飯了 就看到謝宜榮 用這個影片 來表示說 我很內疚很自責啊 那真的自責 你就出來面對社會大眾啊 媒體的鏡頭一字排開 你就公開的道歉說明嘛 而且是用這個預錄好的 而且我跟大家講 那個時間點啊 還蠻巧合的 你記不記得 在他昨天那個 律師的十二點聲明 和他自己的三點聲明之前 是賴清德總統先道歉 緊接著他的這個文字聲明啊 道歉他就出來了 然後今天 賴清德總統 在早上十點多的時候 他又出來的這個第二次道歉 接著中午十二點多一點點的時間 就看到謝宜榮的影片又出來 所以我才說啊 這是不是有高能指點啊 而且你看那個辦公室的反光 他透出來那個燈啊 是不是在律師樓 我就懷疑是不是在律師的這個事務所 然後前面是不是有大字報 然後是不是有人告訴你 要裝一下哭腔 然後要哭得好像聲淚俱下 不用演了 他眼睛都眨得很用力 我剛剛一直在看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眼淚一滴下來啊 叫你有誠意叫你流淚 很難嗎 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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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問你三次 就像你霸凌你的公務人員 你的下屬 問他們三次做得到嗎 一樣 所以你今天用這種狀況 若要人不知啊 除非己莫為 真的是這樣嗎 忘了為我們解答 難道因為賴總統今天 二度上火線 跟家屬跟死者道歉之後 謝宜榮才丟出了這個 六分五十秒的道歉影片嗎 居然哥我們要看這個時間去 賴總統今天早上 喊度第二度道歉 我們過去看一下賴總統 有什麼事情可以 因為這件事情 讓賴總統二度道歉的 過去沒有半件事情 可是你看喔 這件事情的話 賴總統 罕見在今天早上 到海軍的這個活動之前 他還特別開記者會道歉 那道完歉之後呢 謝宜榮是馬上PO出影片 是 那謝宜榮PO出影片的時間點 是不是在棒球賽開打之前 對耶 11點棒球賽開打嘛 是 他在棒球賽開打之前 丟出影片 這七分鐘的影片道歉 我跟你講他背後 一定是有高人指點 而且背後可能這個高人 甚至牽涉到比許民春更大咖的人物 都牽涉在其中 是誰啊 比許民春更高 這個人可能只有 目前現在謝宜榮心知肚明 那謝宜榮看起來 我看到畫面 他是被壓著 逼著上火線道歉 不是他親自想要發自內心道歉 因為七分鐘的眼淚 你擠不出一滴眼淚啊 所以你說說 後面那個可能 比許民春更高的 這個總警察人 看到總統都來二度滅火了 實在是 大事擺空啊 摸大條啊 然後想說怎麼辦 他得有一些表示 故意在今天 台美的四強賽當掩護之下 丟出了這個6分50秒 因為這個11點丟出來 至少會讓大眾成縣說 你有道歉的感覺 所以背後一定有人 他背後這個 一定比許民春更大咖 因為許民春 我跟你講基本上 他高中市長已經掰掰了 那背後一定是比許民春更大咖的人 能夠讓賴清德先道歉 然後最後再讓這個謝宜榮跟著道歉 他是有連續連接起來的 而且他眼睛真的讓子彈飛久一點 每次都是總統先PO文 然後他也跟著來道歉函 總統已經現身在鏡頭前道歉 然後他也跟著現身鏡頭前 好像都跟在總統以後 故意讓子彈飛久一點 故意給總統難堪穿小鞋 他故意讓總統被火烤 先讓總統被火烤一輪之後 再讓謝宜榮出來 好像那個力道就沒這麼強 可是問題是 今天大家看你這個7分鐘的影片 一點感覺都沒有 反而覺得更憤怒 你根本就在演戲嘛 所以我說真的 現在民進黨要好好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把背後 他的背景 最大咖的人給他通通揪出來 今天大家都形容 囂張兩個字 謝宜榮的泛厚態度 今天哭 有哭倒長城嗎 多少人買單呢 我就問 他背後的巴庫靠山有多硬 他就有多囂張 他就有多跋扈啊 是 君相我跟你講 他背後的巴庫有多硬 剛剛不是講次長二月約談他嗎 結果他有被沉處嗎 沒有 結果那個次長 九月自己走了 次長都辦不了他 次長都自己走了 那我就問 誰有辦法讓次長自己都走了 到底是誰 你看現在郭正亮也講 這個謝宜榮正商兩通啊 藍綠白各個都通吃啊 他說他是雲林望族 現在被人家發現是一個 什麼醬油的一個百年老爹出來的 再來他老公是高科技產業的 上游工藝商 長期呢 可能是跟綠營的高層有往來 甚至是綠營的金主 所以謝宜榮他竟然可以怎樣 他竟然可以從這個 九職等 十職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簡單來講 他竟然是分屬資格 他根本沒有資格去做到分屬長 可以搭直升機 欸 破格拔鎖欸 他這個破格拔鎖 你知道嗎 本來人家還說 喔 是這個蔡孟良啊 也就是這個署長啊 這個 呃 這個 呃 許鳴春啊 這個你剛剛沒看到許鳴春 許鳴春說我沒有 我沒有 我尊重這個蔡孟良 是蔡孟良要用他的 結果人家說 他破格拔鎖這件事情 不是蔡孟良可以自己決定的 所以就是你許鳴春 你部長不同意我敢用這個人嗎 是 而且我跟你講最扯的是 欸 昨天有有才有找到 他們內部的人出來講 他就說證實喔 謝宜榮自己在辦公室內部喔 不斷地強調我就是做直升機來 上升來的 我就是來綠通吃 我就是把背後的背後 沒什麼樣子 欸 他說他多次這樣講欸 而且11月4號 就是後來發生了這一個 這個悲劇之後 他進來2樓 3樓 4樓 分三場次 跟所有的同仁 要他們怎麼樣 閉嘴 如果說今天一個無性公務人員 以死見的方式 他都還有辦法把他的大體 移開這裡 我跟你講 俊相 這已經不是勞動部 一個單位的問題 這是跨級到跨部會的一個 官官香味 他們連死人都要封口 勞動部霸凌出人命 整個憤怒的火苗 已經四散燒開來 觀眾朋友 今天最新的發展是 始作俑者這個人 謝宜榮 他神隱多日 今天中午突然PO出了一段 6分50秒的道歉影片 通篇對不起 通篇道歉 對死者 對家屬 對北分屬的同仁道歉 相對先前的咆哮霸凌 肩不認錯 簡直是判若兩人 是謝宜榮辯了嗎 還是這根本 鱷魚的眼淚 好 君佳高雄 暴行的觀眾朋友 這是個悲劇 而且我們整個中華民國 上下大家都要檢討 所以埃金勿喜 用非常嚴肅的態度來檢驗 所以開場第一句 我跟俊陽哥 還有暴行的觀眾朋友報告 謝宜榮哭了 這件事情 我就要打一個問號 因為7分鐘的影片看完 他真的有哭嗎 他有一直 可是他真的有哭嗎 我先留下這個問號給大家 因為如果你真的哭 他會有眼淚 他的鼻頭會泛紅 他會流鼻水 但我看 並沒有 所以不管你今天解讀他是鱷魚的眼淚 還是他出來做危機處理 跟他的律師十二點聲明環環相扣 持有疏失 但是不是造勢的責任 我也沒有霸凌他 要在後續 因為現在已經移送法辦了 對 在行事責任上面做到完美 在行政方面我代表不做 那基本上我們就後續再看 觀眾朋友 錄影的時間是今天上午的10點46分 為什麼知道 因為他有一個 鏡頭是他要插他的這個鼻頭的時候 他手上的iPhone 那個Apple Watch 我看到時間 就今天早上的10點46分 然後第二個 錄影的地點在哪裡 錄影之前開始有個叮的一個聲音 誰幫他錄影 那從這個玻璃畫面 這個是反光的天花板上面的ML 的這些燈具 這看起來不太像是一般的家裡 像是辦公室 然後呢 在這個玻璃牆上面看到了幾個人影 好像幫他錄影的人就坐在對面 這就是我看到這7分鐘 大家可以去再把它重新看一次 不過當然 觀眾朋友 這是謝益榮的道歉影片 今天禮拜五 就是在禮拜二的時候 之前何佩談說禮拜五會出來道歉的這一天 可是他這個道歉來的突然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掌握 跑勞動部的記者突然講說 YT上面已經有這個影片了 不是親自面對記者 記者拍的 不是他自己拍的 第二個 勞動部在昨天都跟大家講 今天可能沒有辦法道歉了 為什麼 因為很抱歉 我們已經跟他失聯 所以勞動部已經找不到他 已經將他兩大過敏 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謝益榮今天拍這個影片 7分鐘跟大家講說 他要來跟大家道歉 那到底我剛剛講的內容 是什麼樣的感覺 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來看 謝益榮的道歉影片 這幾天 為什麼沒有出現 是因為非常非常的悲痛 也非常的自責 我必須向親身離開的同仁表達 對不起 我要尊重的跟家屬抱歉 對不起 我沒有保護好你們的孩子 最後你們看到的是 一個冷冰冰的遺體 哭不出眼淚的哭 然後我剛剛提到了 從他的時間點 跟他錄製的時間點 還有他的地點 還有他什麼時候PO出來 再回扣到先前的道歉文 律師函 背後是一整套綿綿綿密密的危機處理 再玩一盤更大的局嗎 所以俊大哥還有報警的觀眾朋友 看放新聞的節目這麼久 應該發現說今天危案特別嚴肅 為什麼 因為這是事關人命 那我也跟大家分析 我看到的主觀 你看到可能又不一樣 就是謝榮女士她的7分鐘道歉影片 我所看到的是什麼 她說這幾天沒有出面 因為非常悲痛 所以呢 現在目前跟大家鄭重道歉 觀眾朋友這幾天沒有出面 不是呢俊大哥 從11月4號到11月12號的時候 這一位39歲的僱員 他不是直接就是辦了告別式嗎 你怎麼沒有去 對 那個時候大家有去拍你嗎 你為什麼沒有去 再來19號的時候 何沛山的記者會 20號 21號 然後何沛山後來在立法院前天 然後呢 佐隆太院長道歉 然後21號昨天 賴清的總統也出來道歉 一直到今天22號 今天早上10點46分才錄影片 那你說你非常的道歉 你心情非常的差 那11月4號到現在 你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跟著何沛山出來開記者會 你可以跟大家出來說明 你有很多的機會講 都沒有 就今天錄這個影片 然後跟大家說 我沒有保護好這個孩子 觀眾朋友你有看出這句話的重點是什麼嗎 我沒有保護好這個孩子 代表這個孩子被別人給破壞了 我沒保護好 你搞得這樣了解吧 你就是施暴者 當然他的影片就不是這樣 所以我就務實 而且非常冷靜 甚至有點冷漠的 跟觀眾朋友分析今天這個事情 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我沒有保護好孩子 那他就不是霸凌者啊 是這個孩子被霸凌了 我身為分組長我沒有顧好他啊 所以這個無姓公務員 我沒有保護好他 對不起 所以跟大家道歉 然後呢回過頭來看 那你所講的這些內容 跟先前你的律師所po的 他雖然承認自己的言行 有時候可能不當 但是跟這一起無姓公務員的事件 完全無關 剛好做了完美的結合 這個影片到底是否社會 還是否家屬 或者是否他未來在法庭上面 要攻防的時候 我的主述立場就是如此 後續要再看 19天你沒有出來回應這件事情 你說你太哀傷 我就問 會修勾僚的那個20號 21號 22號到今天 勞動部你的主管 你的部長要聯絡你 聯絡不到 你可以哀傷到已讀不回 你可以哀傷到 讓大家覺得你人間蒸發嗎 所以今天這一天的時間 已經到了禮拜五22號 中間已經經過了幾件事情 從原本告別式 勞動部記者會 立法院改公辭 九龍泰院長道歉 賴清德總統道歉之後 最後由你的影片來做個收尾 但是人在哪裡 我們也不知道 第二個 因為這兩天 家屬的母親出現了 在辦告別式的時候 還有告別式這兩天 為什麼大家插會 辦告別式的時候 法會根本還沒做 你勞動部的那個事發現場 沒有辦法會 然後就先做告別式 1到16號 有這種事嗎 我聽說他是 不給人家進去招魂 我覺得 這個實在是 所有人都歷經過 生死的這種經驗 這個實在 人情勢力 完全說不過去 所以你要知道 家屬一開始 因為第一個 兩封遺書 第二個 家屬好像都沒有出來講話 所以大家會講說 可能也就是大家群情激憤 家屬都沒意見了 大家有什麼意見 洪仲秋事件的時候 家屬有意見 但這次事件 看起來好像家屬沒意見 錯了 家屬是有意見的 家屬的母親 這位無心公園的母親 他跑出來跟大家講 他痛苦地趴在地上跟大家講 祖小孩跟大小孩 不怕孩子 為什麼政府讓我的小孩去上班 他說他也跟他講了 我們家又不是沒飯吃 乾脆不要做了 然後沒有想到 他的兒子就這樣子 跟他天人有隔 他希望政府要給個交代 好那現在總統台院長 賴慶德總統說要好好查 後續看怎麼交代 可是觀眾朋友 他的家屬也幫他 發了一個聲明 告訴所有的媒體記者說 因為老人家基本上 已經沒有辦法面對媒體記者的這些 要上來訪問 或叫他們再做聲明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打擾 然後前來已經移送檢料調查了 我們不便再多做發言 這是他家屬幫他發了一個聲明 還有他的母親 其實對事情是非常悲痛 所以先前大家以為 家屬跟每一件 都是這些下面的這些錄音 可能是對這個謝英榮前副組長 不滿的員工故意要爆料去 詆毀他的這個內容跟基礎 就完全不對了 因為家屬其實可能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現在看了 原來每天都5點上班 8點在下班 然後中間打卡時間 5點就到7點才打卡 8點才走 5點又打卡 所以他為什麼要多做這麼多的時間 他的工作壓力這麼的大 老媽媽看完之後 他有多心痛 到底哭不出眼淚的哭 是真哭還是假哭 黃國昌說 大家眼睛眼睛眼睛看 這就是一個雙面人 因為你事情發生之後 你不是就此很傷痛 這兩天不是說 我沒有辦法出面嗎 我太自責了 我太悲痛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出面 可是俊翔哥 11月4號以後 他不但有出面 他還跑到立法院 跟黃國昌的辦公室 有進過一些會談 所以黃國昌現在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跟他有這個見面 有到立法院去做這個溝通 黃國昌也講 他說來到立法院的時候 在我的辦公室 跟我的助理哭 可是回去以後 又再查說 到底誰把這個事情 洩漏出去 黃國昌現在也講說 我沒有要支持他 我現在會一直講說 我是不是有跟他怎麼樣 跟勞動部這邊的這個分屬 所以你要知道 包含家屬 包含了行政院 包含了立法院 朝野引發了眾怒 大家都要謝一龍分組長 給大家一個交代 而他今天錄的影片 七分鐘大家上網去看 他所講的就是 這件事情跟他 基本上沒有關係 這個已經離世的39歲的年輕人 他的媽媽 這麼哀傷的身影 出現在鏡頭前 大家看得都不敢 他有一個重點 不可以跟我們王 我們只要真相大白就好 他不想讓我們王什麼事 就是他兒子的死 我已經跟我兒子講了 你不要做啊 代表什麼 媽媽早就知道這個孩子被霸凌 活在痛苦當中 來不及救回來 人都走了 還要被切割 人都走了 死亡的真相 還要被抹煞嗎 你萬萬沒有想到 這個謝宜榮 還要拿著遺書 來當成他的擋箭牌嗎 這兩天大家都在看 包含公務人員 他被兩道共免職的 那一個 直接考忌會的過程當中 沒有請到他 所以他後續可不可以申訴 他可不可以再拿回 這個公務人的身份 這個有很多討論我都看到 我先跟觀眾朋友講 如果你問我主觀判斷 謝宜榮在乎的可能不是這個 因為他後續他要面對的是 整個刑事責任上面的 公王才是重點 那就像跟你講的第二點 是不是家人早就知道他 已經接受這樣子的一個霸凌 或等等 我也打一個問號 家人知道他工作很辛苦 所以他慘就不要做了 可是家人在這一段期間 沒有出來講話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遺書兩份當中 確實沒有點名到謝宜榮 家族也沒有跟他去上班 只知道他很疲 可以聽到 更四五點就出門 所以五點就到辦公室 晚上八九人才回來 所以家族知道他很累 這一點我相信 因為知道吧 他工作都早出晚歸了 可是他工作的磁場上面 有沒有被霸凌 家屬未必知道 因為他留下的遺書沒有 也因為這樣過去這十幾天 這事情一直都沒有燒開來 所以才會 調查委員會隔四點才辦 然後 遺書有兩份對不對 一份謝宜榮有看到 那一份都沒有點名他 還說同事之間很有愛 第二份 封起來只有家人看得到那一份 那份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是我現在最最最好奇的 好 因為整件事情 我們現在沒有看到那兩份遺書的確限內容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謝宜榮今天所錄的七分鐘的影片 他的內容就跟他的律師 之前幫他發的聲明完全相扣 為什麼 他就是承認說 我有責任 我當一個分署長 我沒有把他保護好 可是我的這一些 該檢討的言語上 或者是對這些員工之間的這些疏失 並不是造成這一起事件的關聯 不是我的管理風格造成這個悲劇 所以他要把他切割開來 那當然我們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檢方要去查 確實狀況是如何 那剛剛俊安哥講了兩份遺書 因為兩份遺書有一份是用打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說謝謝我們主上的這些同仁什麼 確實沒有點名這些 這是事實 要跟觀眾朋友講 可另外一份給家屬看的內容會是什麼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推斷來看的話 要不是裡面 確實沒有講到其他的這些被誰破壞的細節 否則他的家屬應該早就拿著他的另外一份遺書 去找相關的包含立法委員 或者是這些媒體去跟大家講 他的兒子受到什麼樣的委屈了 所以就靠著兩份遺書 可能沒有點 然後他又直接跟大家講說 這跟他沒有直接相關 才會讓謝憶榮這麼多天都沒有出來 總統都已經道歉了 他才錄這七分鐘的影片 雨萱 其實中午 當我們大家所有同步拿到這塊七分鐘的影片 你看完之後 看細節看門道 有什麼感覺 這絕對是套好招的嘛 不然我去請問一下 勞動部不是說找不到他嗎 聯繫不到他 然後好巧喔 發一個消息說 謝憶榮不出來了 然後謝憶榮馬上就發布了 他的這個假道歉影片 這是第一件事嘛 再來第二件事情 剛才委員哥也有講到 謝憶榮從頭到尾在裡面 沒有承認他自己的責任喔 他都在承擔說 我作為一個主管管 我沒有照顧好他 我沒有保護好他 不對喔 你今天不是作為主管管喔 你今天是作為一個人 人間資格 你作為一個人 沒有當人的資格 你作為一個人 去迫害你的同仁 讓你的同仁 因為精神受不了 所以最後呢想不開 他有沒有提到半點這件事情 他把自己搞得跟取外人一樣 你要他加班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提啊 沒有嘛 你把你的傳訊息 噁心人家 你有沒有提 你也沒提啊 你要大家排排隊帳號 然後一罵就罵兩個小時 你有沒有提 沒有啊 我們講的這些是問題 俊翔哥 這跟長官有關係嗎 這跟領導風格有關係嗎 沒有 這是跟人品有關係 但你都不提 但他今天發布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最噁心的是後面的 第一個他眼淚沒哭出來 沒哭出來 這個是演員訓練班的問題 但是他真正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他說 我沒有要當分署長了 居然給我請問一下 這是他能決定的嗎 有不得你 你已經被拔關了 一般人生氣的點是這個嘛 對不對 但不是喔 他的意思是他還要繼續當公務員 他還要繼續當公務員 他沒有說我不幹公務員喔 他也說我要轉調到別的地方耶 什麼叫深自檢討 檢討就說我換個姿勢 我要再來一次耶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謝宜榮今天發這個影片 他代表一件事情嘛 他的意思就是說 老娘還要繼續幹嘛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寄我兩大過對不對 但不好意思 我本人不在 所以他一定會去申訴 我跟各位保證喔 你今天沒有把謝宜榮這個交往法辦 這個不是行政問題 刑事問題 你沒有把他法辦 他保證去申訴 申訴完之後呢 他保證回來當公務員 那到時候你賴清德總統 你就等著民調調死他 他真的噁心所有人嗎 那我就問一件事情 今天總統要求要查辦 院長要求要查辦 部長要下台了 結果你謝宜榮沒事 誰給你的底氣 許明春可以跟賴清德對抗嗎 許傳勝可以跟賴清德對抗嗎 蔡孟良可以跟賴清德對抗 沒有 只有一個人可以跟賴清德對抗 叫陳菊 你底氣很硬嘛 謝宜榮沒在怕啊 再來第二件事情 我們剛才講到那個遺書 我覺得是怪之又怪 結果我跟你講你喔 因為你是這種老司法老社會 會有人遺書 特別一封用打字的 一封用寫的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怪嘛 我百思不得其解嘛 而且謝宜榮不斷地把這個遺書 拿出來消費喔 說他遺書說我很好 說同仁滿滿的愛 說感謝分數 他不斷地陳述這件事情 所以我跟你講 檢調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查清楚 因為電腦都會有電磁紀錄 都會有資料 把電腦 你今天去調資料嘛 今天檢調已經去調資料了 把電腦電池紀錄查清楚 到底遺書是誰寫的 到底今天PO出這七分鐘的影片背後 有沒有高人指點 今天韋庭律師來到我們的現場 依法論法來幫我們找找其中的貓妮 你來看 他今天的重點我們都寫在這裡的 這幾天沒有出面 因為我很悲痛 我很自責 然後我因為個人言行領導的方式 造成這樣悲痛的事情 像親生的同仁對不起 像家屬對不起 沒有保護到孩子 今天七分鐘你看完之後 你告訴我們說 哇 法律攻防已經全面遍地烽火了 為什麼 看能道在哪裡 對好 我先說明一下 這個影片百分之百一定經過高人指點 為什麼 因為社會輿論必須讓他出來道歉 可是他的道歉 又不能夠指責他自己有錯 所以他怎麼做 很空泛的 他告訴大家 我有錯 那我的錯在哪裡 第一個 這個員工這個下屬 本身我可以對他伸出援手 只是我速度比較慢 也就是說 但是員工自己有問題 我可以幫忙他 只是我比較慢幫忙他 而不是說這個下屬 會造成這個問題 是我害他的 完全沒有講到 而是員工自己有問題 所以撇清了第一個自己的責任 第二個有提到 哎呀我要對我們的分屬抱歉 我的領導方式我的管理方式 他想表達什麼 我沒有直接處理到這個下屬 我沒有對這個下屬有直接怎麼樣 我是針對整個屬的領導 所以這個下屬本身會發生職場霸凌 自殺那是他的問題 不是因為我直接對他做了什麼行為 所以他還是在免除責任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再來扣合著 昨天這十二點的聲明 大家其實昨天已經討論了很多 但是我們只講一個點 他其實在裡面講了一個 我們法律上很重要的工榜 這個我們等等跟各位講得更清楚 關係人 也就是他自己 在公務上面 在北分屬內 直接督導的對象 是北分屬的副分屬長 秘書室主任 還有沒有督導其他人 沒有 也就是說這個下屬 是不是我直接來要求他做什麼事 沒有 全部免除 那這個我們通常 為什麼會要寫這句話 他想講的就是 我針對的是整個署的大正方程 大方向的指導 至於每個個案 每個員工自己發生什麼事 不關我的事 這件事情就是 已經請辭獲准的何佩山 他說 從這個分屬長 到這個39歲的離世的員工中間 還有兩層的主管 結果這句話 被他給推得一乾二淨 我不直接對員工 我只管兩個人而已 副分屬長 這秘書 如果這兩個人被霸凌 可以算我的 可是這兩個人沒有被霸凌 是如果說這個員工被霸凌 那誰霸凌呢 他可能某個程度就 那你去問問副分屬長 你去問問秘書室主任 那才是他直接督導的對象 其實就把自己的責任 推得一乾二淨 所以我們會看到 他從這些文裡面出來的內容 都是外觀看起來 大家很對不起 我做錯了 可是這些我的錯 都不會讓我有法律上的責任 都頂多就是行政責任 那行政責任是什麼責任 頂多就是我被懲處嘛 就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曾經也跟我們視訊 你講到了幾個重點 今天包含了人評會 程序不正義 今天包含了今天的 十二點律師罕裡面 處處是疾風 但是現在已經有明代去按鈴控告 告他過失殺人 這件事情他能夠全身而退嗎 我認為他全身而退的機率非常高 非常高啊 非常高 出了一條人命耶 對沒錯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 有法律上要修正的問題 我先講幾個東西 第一個 昨天也都討論到 所謂的鑑定報告 我們是找一個第三公正機關 然後來做調查 這個鑑定報告 正常來講 如果這個鑑定報告認為 你今天分署長 你今天就有法律責任 這個員工的死 跟你有因果關係 就你造成 例如說你辱罵他 你要求他做了很多很重的工作 那有因果關係上 我可以認定 或許這個死亡是你造成 所以涉及到過失致死罪 有可能 可是這個鑑定報告 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沒有因果關係 你求援監裁判 對 我們就當時候 我們就一直很懷疑說 你做這樣的鑑定報告 有沒有是一個公正客觀的流程 這當然後面有待 更詳細的司法調查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你今天是這個分署長 最高位階的人 當然你很容易去影響 你的下屬 甚至證據的提供 讓這個第三方來調查 講難聽的 這個第三方調查 如果最後調出來的結果 是你分署長有問題 下次還會找這個第三方 你一定換下一個機關 所以這個第三方調查機關 某個程度上 應該會傾向對你有利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應該更要強調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下屬的死亡 本身包括有什麼遺書啊 包括有一些可能其他的人員 同仁的這個言論啊 他全部下令禁聲 甚至我們看到說 遺書還是由檢察官提供給他 這個都讓我們覺得 哇 那這個程序上面 他干涉得非常深 所以最後這個下屬死亡 能不能真相大白 這反而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好 今天我們看到了 謝宜榮這段PO出來中午的這段 快七分鐘的影片 討論到這個地方 時間點 那才是貓膩的所在 你知道這個時間點 剛剛好又在賴總統 公開站在鏡頭前 二度道歉之後 今天總統再度為了公務員 被霸凌的悲劇獻聲道歉 要求查辦 一而再再而三的 漠視跟誤判揮修鍋寮 而你要知道 勞動部為什麼會錯過 三次止血的時機 霸凌者謝宜榮 固然千錯萬錯 更可惡的是 躲在後面繼續護航 繼續吃案 繼續漠視不管的 共犯結構 勞動部還有行政院 還有賴總統 是不是錯過了 三次重要的時機 客觀來看 是的 但主觀來看 不是錯過時機 而是一陣不聽 會聽才會噹噹 打一個就嚇一下 打一個就嚇一下嘛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觀眾朋友 我跟大家講 從一開始 10月4號發生事情之後 媒體報導 檢舉議員 還有內部溝通 結果星數處姓 到了要辦告別式的時候 還沒有做法位 到底是什麼意思 莫名其妙 主觀管居然沒有去告別式的現場 11月12號 現在總統的院長都道歉了 如果明天裁判告別式 我看總統院長都親自去了 對不對 可是當天 連河北山部長都沒去 代表什麼 不在乎 沒辦法回事 代表他根本就不是個事嘛 部長都沒有去你的員工的告別式 是副部長去 是次長去 那代表是說 部長覺得這個不重要 哪個中央都去 是不是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出事了才開始道歉 好 那到今天禮拜五為止 事情不斷從二三四五 四天這樣整個燒起來 最近的狀況就跟我們之前 在我們報警局跟大家預測 完全一模一樣 先點訴道歉 今天賴清德總統 有一個軍方的行程 也一樣停下來 炸烤肉架 要跟大家講 必須留下口頭的致歉 賴總統致歉了 然後何佩山部長 講到這個又是 又要搖頭 何佩山部長 禮拜二開完季 禮拜三在立法院被轟爆之後 禮拜三的下午 總統太院長不是跑出來嗎 昨天我們跟他講 總統太院長講完話之後 然後問說 現在何佩山部長怎麼樣 停住轉過來 我們後續來好好討論 滿面討論 今天也已經準時了 所以為什麼都慢半拍 都慢一拍 都慢兩拍 一直慢下來 從今年二月 就曾經有人檢舉 好 現在有更新的事項出來說 今年二月檢舉是檢舉 是檢舉他買那些禮品 什麼愛馬仕的絲巾 但是有人檢舉那個禮品 有沒有人檢舉辦公室的氣氛不良 多了咧 不是上百封的這個所謂的檢舉函嗎 那二月有檢舉 到後來十一月發生悲劇 你都不知道 有一個員工每天早上都五點多 就到辦公室去 你都不知道 觀眾朋友 這一位這個無心的公務員 他是早上五點多去上班 到了辦公室以後 還會算喔 隔一個多小時再去打卡 每天都這樣 晚上八點才走 但對不起 八點多這樣一算 工作幾個小時 十五五十六個小時 不行不行 我告訴你他們每天都準準的 五點多快六點就打卡 就下班了 然後繼續留在辦公室 好那觀眾朋友 這個我要跟大家講清楚了 不是說事後在那邊講這個 全國如果有辦公室 不管公立或者是私人機關 有員工這麼做 最應該勸他不要 否則過勞是哪個單位 就是勞動部 對不對 如果有人這樣做的話 你要關心他 你來大家都這樣 這樣子會太累喔 你就來勞動檢查到 你為什麼都來 你為什麼五點多來 是心情不好 還是工作做不完 沒錯 全國最應該 批免這種狀況就是勞動部 結果天天五點打卡 對不起 五點到班 七點打卡 五點又打卡 傍晚 然後八點才離開 就貼不起啊對不對 所以重點來了 觀眾朋友 每一個環節都沒有做到 然後反正總之進到禮拜五了 火已經燒爆了 所以再跟大家主要一次 賴總統道歉 總統太院長道歉 親自出來道歉喔 何佩山道歉 何佩山哭 何佩山請辭部長 準辭 然後謝一榮今天 也錄了影片七分鐘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由一榮總長講說民調掉5% 對不起 這個民調是11月13到15號做的 今天是11月22 在做 對 現在在做一定掉更多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這個事情只是先前有傳 這連續過去這4天 18到20這4天 才更嚴重 這個民調還沒做出來 下個月再看見成章 只寫萬分火急 為什麼一錯再錯 何佩山兩天前就已經說 他主動請辭 你怎麼可以壓48個小時 今天才準 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 有一篇文章叫指欲 手上有一個小小的寫 這個是怎麼樣啊 不要理他 越來越到 有一天會丟掉性命的 這個狀況就是整個官場的失能 我第一天跟大家分一些事情的時候 就是這個方向 到現在為止回溯再看 完全沒錯 為什麼 二月就有人陳情沒有作為 發生事件已經有悲劇了以後 也不痛 不癢 沒有到這個告約這個現場 連法會都要經過幾天才做 然後呢 到了這幾天 這個禮拜終於要有這個檢討報告了 禮拜二出來哭 就這個畫面 導播Cue的非常準 你在這個禮拜二現場的時候 都沒想過自己要請時下台 都沒想過要叫他出來道歉 都沒想過跟家屬有個交代 所以連續燒 二三四五燒到今天 大家回頭再看 到底怎麼回事 來觀眾朋友 如果以政治的整個氛圍來看的話 他都已經讓總統道歉了 他今天有那麼大嗎 他是個分署長 他到底為什麼會去分署長 立法院的一個畫面看完後我也搖頭 楊耀 他去問這個 這個蔡孟良說 他為什麼可以當分署長 講完之後空氣凝結 還以為影片壞掉 隔了大概六秒 完全沒有辦法回答 他當機在那個地方 他講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仔細爬出 這個已經被兩道公民制 後續不知道還會不會行政究竟 這個分署長 他之前的工作是什麼 俊強哥他之前的工作是什麼 他當分署長 是什麼 是科長 科長上面 還有這個主任副主任 組長副組長 他通通沒帶過 他直接就跳到當一個分署長 他憑什麼 不知道 立委就問他憑什麼 結果他講不出來啊 所以現在大家開始都切割 因為他以前跟許民村很好 許民村沒有啊 我跟他也不熟啊 因為他跟陳菊有關係 陳菊之前發言講說 他跟陳菊根本就沒有很熟 但是一個小小的 直到他之前 來 俊強哥你看到 這是勞動部裡面的編制表 他是分署長對不對 大概就是在主長跟主命這個地方 因為上面有副長 署長 十一職長 所以你要知道 他原本是科長在這裡 是九職等 直接跳到十一職等 中間 這個主任 副主任 然後市主任 還有這個副主任 組長 主任 組長 這個地方他都沒有做過 直接跳到分組長 所以大家講說 他是怎麼跳的 做執政機升上來 他背後到底是誰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承認 許民村不承認 陳菊也說 這個幕僚跟大家講到不太熟 可是他卻造成了 我們在賴京德總統上任以來 甚至可能是 巴掌機事件以來 最大的一個文官體系的 一個政府機關的危機 就是完全麻木到 全民怒吼到 必須由總統親自出面道歉 那我問你 今天如果 上面如果說是署長 署長都沒有 那如果是前部長 許民村 許民村沒有 那許民村上面還有誰 難道還有更高層級的門神嗎 我剛剛給大家看那個表就知道 因為他是檢任十一職位 所以呢 當立委楊耀去問蔡孟良的時候 蔡孟良講不出來 好啦 林蘇貝也說 蔡孟良你也不用那路 因為你自己也不錯 他說他們關係很不錯 所以整個勞動部裡面 跟他關係都很好 所以他做關係確實不錯 那居然跟問我那個問題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蔡孟良被問 那為什麼他當這個分署長 他為什麼答不出來 好 因為很簡單 當他做十一職等 的這個分署長的時候 他要做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基本上根本不是蔡孟良 可以決定的 署長在這裡 他不能決定他的位置 不行 因為他的這個位置 還有更高的人來做決定 不是他自己挑誰就是誰 對 所以回過頭來 為何在立法院蔡孟良他答不出來 因為根本不可能是由他決定 是誰就是誰 然後也怎麼可能有一個 從九十等的科長 直接往上跳 跨過組長副組長 主任副組任 直接變成分署長 真是莫名其妙 好 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們說的是危機處理 會收高了 陽明 為什麼這一次這一把火 給了你這麼久的時間 多少個節點你可以滅火 一再的誤判 總統兩次出來道歉 還滅不了火 俊翔哥 你知道我們錄影的這個時間點 你知道勞動部跟行政院的官網上面 勞動部長還是何佩三 哇 問題 他們是怎麼樣的一個 他們是樹懶嗎 反應怎麼這麼慢呢 你記不記得賴總統 那時候任命左內閣說叫什麼 AI行動內閣 現在叫BI不動內閣 BI啦 又BI 又不動 這個案子就是不動啊 他不動就是不動啊 二月份 現在議員也說了 他二月份就交給王安邦了 陳情資料早就給了 好 那也就算了 你說這個 你們這些新來的 520上任的不知道就算了 好 11月4號事情發生了 居然沒有立刻進行調查 還要讓李宇翔再去爆料 才把這個事情開始處理 所以整個危機處理就是一錯再錯 可是我必須說 賴總統今天就算他發表了這個談話 卓榮泰院長道歉 這個何佩三下台 人命換得回來嗎 換不回來 更誇張的是什麼 今天講這個靠山 林淑芬委員他爆了一個大料 他說最近不是黃國昌也在講 他這個 謝怡榮買了很多的禮品 用各種預算支出 其中還包括就業安店基金等等的 他買了很多禮品 林淑芬委員說 是為了許明春買的 他怎麼這樣說呢 他說許明春的特資費不夠用 所以他分署長 他用他的錢來去買禮物 幫許明春送禮 所以後面那一尊門神是許明春 如果真有歧視 這已經涉嫌貪毒了 因為你怎麼可以拿分數裡面的預算 去幫部長送禮 這個我覺得檢調要趕快調查 這是民進黨立委林淑芬今天講的 所以不管他後台是誰 我覺得許明春脫不了關係 還立刻切割 說什麼不是哈啼巴 或怎麼樣 我只能說許明春前部長 如果你真的認真想要選高雄市長的話 這個案子你好好的面對 誠實以待才是上策 好我們剛剛聽到亞明講到的 這個叫做就業安定基金 這不就是因為這一次你謝宜� 被立委爆料 大家一查下去不得了 這是多肥的一個小金庫 隨便你勞動部去用 29個人監督了400億的基金 這個小金庫都不用監督嗎 該查 說來真的有夠丟臉何其諷刺 勞動部你變成了血汗霸凌的地獄部 本來是你發動勞檢去捍衛勞工的權益 現在換成你被勞檢 結果一查 查出讓人吃驚的5S嚴厲管理的手段 這5S是什麼意思啊 現在整個所有大家把目光盯在勞動部的分數 包括勞檢的也去怎麼講 進行相關的缺失調查 坦白講理論上來講他是公務人員 但是相關的我們講的公務人員的勞動條件 我們當然也要顧及 但還有第二件事情是什麼你知道嗎 包括其實檢調系統今天也到現場去調資料 所以代表說未來裡面到底有多少的問題 那些電腦那些資料一個都會查出來 但我們先講現階段的問題 第一個也就是申訴的案件 它根本就沒有按照程序啟動 你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狀況嗎 其實理由很簡單 你有沒有仔細想過 也就是我們講謝宜龍這個人 他所要求的他所做的 包括他工作同仁 還記不記得相關跟他共識過的同仁 其實曾經爆料過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喜歡呢公營上級 換是他所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能夠被長官所賞識 可以拍長官所馬屁 所以在這種基層的工作上就忽略了 而第二件事情其實連講都不用講了 我覺得這個都有一點多餘的 為什麼 他根本就沒在給加班輩 我跟你講不是給加班輩的問題 他到底有沒有讓人家報加班 我不敢跟你請加班費 你給我一條活路就好 你現在把人逼死啦 因為你要上級績下好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嘛 你不能加班 所以呢 謝宜龍他肯定要求 我跟你講不是只有那個 不信深顧的意外的同仁 其他的同仁 保證也是這樣 也就是我要你超時工作 而且工作項目也不是一般來講 我們真正應該做的項目 而是公營上級的項目 而除此之外呢 這些額外的業務 你必須要自己花時間來去承受 那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什麼 所有的員工勞心勞力 並到要去看身心科 我們不可以工作 我可以工作 一些小學生 可以工作 我可以工作 在今後 我有點心思想